大家好,我是Ryan 在上一节课呢,我们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load和get的使用方法 这一节课呢,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三个 get post和get script还有ajax的一些使用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ost 这个post呢,其实很简单跟get的使用方法类似 我们就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呢,我在这边放了一个post function 我这次get是一个test API 我不是在访问这个直接这个API了 我自己写了一个test API 这个test API让大家看一下会简单return什么 在这边如果我看到是post的话 这个UIL是test,如果它是post的话 这边我就会return this is test post 如果是get的话就是会get到this is test get 这个大家不需要了解是什么意思 这其实是nodejs的内容 我用nodejs来介绍的server 所以大家就知道这个API是这样return结果的 其实很简单一个API 关掉这个文件避免给大家造成一些混淆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现在呢,UIL是test 这个data这边传到 也就是说什么data都不传 然后呢,我传了两个回 传了一个回调函数 回调函数跟get其实是一样的 data是返回的结果 test的status就是当前的状态值 当我点击它的时候 我就可以看到data这边 我得到的这个string this is test post 然后这边依然还是success 在看完这个post之后呢 post和get其实两个function类似只是调用的功能 调用的API的形式不一样 一种是API支持get 一种是API支持post 它们都可以传data 然后都会有callback 然后这个type呢 其实,现在我没有给大家示范 因为我的server不太支持这个type 这边写的很清楚 就是这个server要求的客户端返回 请求类型 如果server支持这个参数的话 你可以要求server来返回json 或者要求server来返回hml 这个很多public的很多就是公共的API 都是支持两种形式的 可以既返回json 也返回 什么另外的时候来返回xml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get script的这个这个function get script呢 这个会第一个参数是url 第一个参数是call 第二个参数callback 因为它是get script 是获取远端的一个javascript文件 来进行本地执行 所以呢它没必要传传参数 然后给大家示范一下 这个其实不难 callback呢 也是就是成功之后会载入的回答函数 也就是success的时候会载入的回答函数 这边呢 我在这儿写了一个简单的test.js文件 放到了这个ajax文件夹文件夹下 我当前这个index是在这里 然后test是在这里 然后我呢 这个文件这个javascript文件很简单 那我就输出了一行console.log是testget script这个function 然后呢 我在这边调用这个函数 第一个参数写它url 它url呢 就是这个文件的地址url 就是test.js 然后我还调用了回答函数 来让大家看一下这个data是什么样子的 好 这边呢 我就可以示范一下 刷新一下 我点click的时候 我这边加了一个breakpoint停在这边 让大家看现在发生了什么 这边log就会log出来这个testget script 就是从哪儿log到呢 从这边 说明它获取了这个文件 它完全获取了这个文件 并且完全执行了之后 完全执行 执行这个文件完完毕之后 才会调用这个回调函数 才会调用这个回调函数 这个回调函数呢 同时我们还可以get到它的data 这个data呢 就是这个script 这段script 然后test.js 还是success 好 这就是它的使用 在讲过之前load get post get script 这几个比较基本的function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个这个功能最强大的ajax function 这个function 也是大家未来日后开发中最最常用的一个function 它呢 可以解决以上的所有问题 就是以前样的所有函数 所有function都可以用它来取代 并且还可以实现更加多样性的操作 它的config是比较多 它能传入的参数是特别多 所以呢 现在呢 我给大家一一讲解一下每个参数的意思 这个ajax函数呢 它的参数呢 是一个object javascript object 在这个object之后顺序之内呢 可以传入这样一系列参数 这是最常用的几种 顺序当然是无关紧要的了 首先呢 我给大家讲这个uil uil不用多说 之前每一个这个api 每一个这个ajax的function都会有一个uil的参数 这个uil参数也就是那个api的link的地址 第二个呢 就是data data呢 什么意思呢 它分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如果我这个请求是get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data呢 转换成querystring 转换成这个uil后面问号 后面的一系列string 就像我们之前 这里没有 我们之前使用过的 类似于这种问号 然后某一个参数等于什么 类似于这种样子 如果是post呢 就会直接把它变成一个post的object post body传出去 然后第三个参数呢 也就是type type呢 它可以是get或者post 最常用的是这两个了 当然熟悉rest的api的同学 还会遇到put和delete 另外两种request 这边都是可以传入的 然后呢 data type 这个其实是根据server有关的 比如说新浪微博的api 比如说微博的api 它都可以 data type你都可以写 这边可以 这个server是可以接受两种参数 一种是json 一种是xml 它们都会return这两种形式的 的return的值的类型 也就是json 它就会给你返回 这个server就会传回来一个jsonobject 如果是xml server就会传出来一个xml文档 然后呢 这边呢 会有两个 会有三个callback function callback function呢 这三个function 是最长 其实它还有其他的callback function 但这三个方式是最常用的 success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类似于之前我们的所有callback 就是在success 在在这个api 在这个呃 访问这个api 得到结果之后 得到正确的结果之后 也就是既不是400 也不是500 我刚才说到这个400500呢 就是它的 htp的status code 也就是这边success code 像200就是ok的意思 400以上或者500 就是各种server error 或者cannot find content 之类的error 然后呢 在这个 刚才我已经把error类型说了 也就是在遇到之前 我说的error类型的时候 就会 就会 靠这个 就会调用这个errorcallback 这个非常好理解的 但是呢 它还有complete complete什么意思呢 就是无论如何 就是当这个 api结果返回的时候 也就是无论它是 成功与否 或者失败与否 我都会靠这个complete 它就是完成 所以说 只要完成 就会靠 也就是每个ajax call 都会拥有这个complete的callback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历程 这个历程呢 很简单 我就是把它copy过去 给大家看看 这里面的参数 是什么样子的 这边呢 我还是一个ajax 靠我刚才那个api 我刚才写在这边 简单的一个 node.js的api 然后我这次呢 return的是一个object 我这次不return一个string了 如果在post的时候 会return一个object 在那个get的时候 会return一个string 这边呢 我先访问这个post的api 我把type写成post datatype这里 无关紧要 因为我的server 现在不能处理这个datatype 它永远都是return return我设定的这个值 但是有些server 像推特 我刚才说 推特和微博 是可以接受这个参数的 然后return的data呢 现在也无关紧要 我其实这边 虽然接到data了 但是return 是我 就是hardcode的 我自己写的写上去的一个object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 当我click这个button的时候呢 我就send出一个request 然后我在这边呢 不好意思 重新刷新一下 好 我点这个 我在这边加了个debugger 大家看 我发出去一个request 并且我在network tab 可以看到我发出去一个request 这个request得到结果 就是这样一个jsonobject response是这样一个jsonobject formatterjson 然后我在这边的 停的这边呢 我停到了success 说明这个apr call success了 在这里呢 我可以用argument 来看一下现在这个函数 目前的argument 它的第一个参数 就是这个value 第二个参数呢 是当前的那个status code 也就是之前我们看的 很多就是success 无非就是success或者arrow 然后第三个呢 是它内部的一个object 这里我不给大家仔细 不给大家详细介绍 它其实是一个xhr的object 这边可以实现一些 比如说中断这个请求 或者什么一些function的使用 以后有时间 我会把它这一些内容 专门腾出一堂课 专门给大家讲解一下 目前呢 大家初学者先不需要了解这个object 然后呢 它会靠这个complete function 靠了这个complete function 这边还是一个是一个xhr object 就是刚才那个object 跟刚才是一模一样的一些api 一些function在这个object中 第二个呢 stated就可以在这边看 它是还是success不与否 或者fail不与否 我在这边做一些小小的测试 这边加个1 就一定会遇到 1呢 就一定会遇到404 not found 因为我没有这个handle了 所以呢 我现在点击一下这个button 看我就进入了error code 为什么会进入error code呢 因为这边会post 遇到了404 not found 因为我没有写 完全没有写这个api 所以它是not found的之后呢 大家看这边存在的第一个 还是xhr object 第二就是它的status 第三个呢 呃 就是它的error的这个string 现在目前是not found的这个error 不是一些server internal error之类的error 呃 在讲过这个jqueryajax的历程之后呢 那我还想突然还另想到两个比较常用的一个呃属性呃 ajax的这个config的属性呃其中一个呢是这个before stand这个是也是一个callback function这个callback function呢就看字面意思就是在发出请求之前会靠这个方式也就是他会在success arrow和complete任何一个函数之前因为这个请求还彻底没有发出之前会靠这个方式也就是有时候你要在页面中显示一些spin 一些呃旋转的loading的图片可以在这个before stand的时候设置一下这个图片然后当complete的时候把这个图片拿掉然后显示一些error codeerror message显示一些error信息或者显示success的信息比如说显号是有时候一个API请求成功了之后会显示一个呃绿色的button显示告诉用户这个请求已经发送出去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常就是这个cache我刚才忘了忘记提了开始有时候有时候在调试过程中经常呃比如说改了server的API的返回结果但是在前端是看不到呃其实是浏览器开始了这个API的请求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会希望把它填成false因为而且呢对于一些经常变动在每一秒或者每一分钟都会有实时的呃变动的API呢我希望大家呃呃呃在开发中呢尽量把它设置 设成false这样会避免很多麻烦呃只有当很希望浏览器来呃呃来cache某些request的时候比如说有些request不经常变动在那种情况下呃会把它设成true只有它的使用呃一般的使用规则 好这经过两节课呢我们就介绍了ajax的基本使用呃呃的使用方法呃这个最最最最后一节课讲这个是最常用的方法因为它的可配置的最多然后对于一些简单的使用环境呢希望大家尽量使用这些因为呃呃那个他传入参数比较少然后就是代码比较简单明了然后调试那个未来debug的时候也比较方便 而且也逆读性比较好对于呃以后维护代码的其他人呃对他们呃要维护起来代码呢可能会比较简单